Hello 大家好 我是路哥刚 我做短视频全职已经做了将近三个月了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做了三个月的经验 总结几个字吧 太难 真的太难了 我自己以前是做厨师出身 然后做到了厨师长 到电视台去做美食嘉宾 去做了三年 自认为做美食这一块 自己个人还是有比较有经验的 各种各样的厨师啊 餐饮店都打过交道 对这一行也比较了解 对菜品也比较有经验 我觉得做美食视频的对我来说 应该不会很难 这个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 有点幸存者偏差了 网上看到的那些例子 看看拍拍都蛮简单的 说的话有时候还不如我 做出来的片子效果就不好 播放量就很稳定 到现在就一直稳定在几十左右 那怎么办呢 自己想调出路 做做其他事情看 对吧 自己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餐饮圈的嘛 创业开店 亏损的比比皆是 而且越努力亏损的越多 就相当于越折腾吧 亏损的越多 也许吧 我们这些不爱做标题党 也不卖动任何爱国情怀 是吧 为真不迫的去做视频 就做出来视频会比较平淡 没人愿意看 这个真的是一言难尽 我呢是2月8号开始做第一个视频 辛辛苦苦减了6个小时 之前拍的还不算 全网都发了 播放量都是个位数 有些呢 像油管呢 还有人给我点了个彩 真的是白辛苦一场 不知道在干什么 刚开始做嘛 我觉得这些播放量对我来说也正常 这点心理预期还是有的 之后去了一趟福建 想想福建 现在都是网红的打卡点 那种碧翅膀的饭店都不错 就去了一趟 这些地方也都跑了 又做了十来条视频 这十来条视频的播放量渐渐上去了 可以维持在三位数 就是过百 慢慢的起色之后 信心也逐渐上来了 我觉得可以 之后过年 刚好碰到过年 我们就去了一趟越南的富国岛 去陆陆续续也拍了十来条视频 这个时候视频每条的播放量能够达到1000了 这个时候的开心 真的是觉得有点天选之子 盛天半子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好 结果回国之后 因为我是杭州的本地人 然后回国之后就开始 陆陆续续拍杭州的美景 美食这些 因为杭州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旅游城市 又有白娘子 法海 林隐寺 西湖 数不胜数 我觉得我在杭州拍视频的话 也能拍出比较不错的效果 但是 我到目前为止又拍了将近四十多条视频 周边的城市像周三宁波湖州安吉 海宁嘉欣都去过都跑过一趟 美食也好美景也好陆陆续续拍了四十多条 播放量就始终很稳定 维持在两位数 不要笑不要笑 真的是觉得自己都有点尴尬 回头看 在富国岛拍的视频 每条都能达到一千的播放量 的一个小土坡 对我做视频这条路上来说 已经是珠穆朗玛峰一样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每天是 之前是每天是日更 然后后面是两天一更 后面三四天一更 现在变成了周更 中间换过很多方法 改视频的标签也好 趁热点也好 去改封面也好 学了各种各样办法 网上视频也看了很多 学习 每天复盘到两三点钟 结果没什么用 内心焦虑 就是慢慢开始产生了 然后我这个年纪 四十出头一点 上有老下有小 是吧 陆陆续续拍视频 到现在三个月了 交通费旅游费 然后餐饮住宿7788 加上买设备 7788加起来也将近 快十万块钱了 家里慢慢那种 闲言碎语也多起来了 觉得我无所事事到处闲逛 一个40岁的人是吧 照道理应该撑起家里整片天 结果好像搞得跟半退休状态一样 这个真的是没地方说理去 自己其实已经觉得很努力了 每天复盘到两三点 看视频逐增看 是吧 各种想怎么埋钩子 吸引观众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 这条路 他们平时说我两句呢 我也无法反驳 确实没做好 到现在为止三个月了 总共440个订阅 其中300个订阅呢 还是我以前做那种剧情类 就是演艺类的小视频 就短视频吧 我有short的那个短视频 积累下来的 真正做旅游美食探店的这种 看的订阅人数 100个左右 顶多了 这些啊 也只能跟油管上的朋友们说说 国内的平台根本都不敢发 深怕家人和朋友他们看到 是吧 我不知道你们做视频 现在正在做视频 旗号的那些小伙伴们 有不跟我一样的感受 就是跟风箱里的老鼠一样 两边受气 家里也受气 网上也受气 但是这条路呢 这点好 你如果剪的是一坨 那个啊 剪的是一坨 那数据就是很差 你剪的好 看的人自然就有多 网上呢 很多教学呢 也看了一大堆啊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没太大用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 认知程度 你的社会阅历 都是不一样的 不能完全照搬别人的东西 哪怕你抄标题 哪怕你跟人家做一模一样的剪辑 哪怕你拍同一家店 你都未必能够拍出 跟别人一样的效果 这个还是需要你自己去总结 一套属于你自己的路 对吧 有些餐饮店我也蛮同情 因为毕竟我也是这一行出来的 他们的东西 因为我个人原因不太喜欢吃 我也不太会去 直接发视频评论 他们说不好怎么样的 要么就不发 对吧 我觉得人家花了个几十万 几百万的投入下去 开一家餐饮店 被几句舆论 带着来营业额下跌 甚至有可能关门倒闭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做不来 它好与不好 由市场检验 对不对 没必要去把这个问题给放大 这个不是在坑人吗 对吧 还是坚持自己的初衷 做一个善良有底线的人 老话说的好嘛 江山富老能容我 不使人间造孽前 看到这里的各位战友们 大家再努力努力 坚持坚持吧 我准备再打算坚持三个月 看看能不能成 如果真的做不出来 也许我就也不是这块料 对吧 按照国内经济环境 好好的滴 充松外卖 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些 几十万粉丝的那种大V的成功 其实是不能存在幸存者偏差的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成功 并没有看到他们的失败 对不对 自己觉得他做的怎么样 你做的不比他差 你就一定能成 不是的 我现在已经很明显感觉到 首先你要有观众员 对吧 也希望正在走在这条路上的朋友们 能够从我的失败经验里面 提取一些教训吧 也祝愿正在这条路上 努力的坚持的小伙伴们 感谢万佛万神的庇佑 庇佑我们这些战友们都能够成功 感谢 互相共勉吧